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南無披露遮那佛 無上聖聲為妙法 百千萬劫難遭遇 我今見聞得受詞 願解如來真實意 願解如來真實意 請方長 各位同學我們之前上的有沒有問題 沒問題我們就繼續 今天因為剛好是一個 幾個章節嘛 今天剛好也是一個新的章節 講到佛陀的待人處世 還有他的特點 這個76月 76月呢 就是第10節 就在講佛陀的人格啦 教學啦 第10個是他有生動有趣的談吐和幽默感 其實在這個社會上 幽默感是很重要的 我們華人比較欠缺啦 比較一板一眼 或是比較保守 害羞啦 內念啦 誰都會講 但是如果你能夠 幽默一點 風趣一點 有時候那個場面就不會那麼僵硬 這個是很重要 以前有一個人就講話也是 蠻幽默的 蠻有趣的 大家就很讚嘆啦 哇 你講話就滿是生輝啊 就這樣大家非常的融洽 那個氛圍非常好 他說你是怎麼學的 或是你怎麼有這個特質 他說你不曉得喔 我們旁邊 靠旁邊的我跟你講 他說為什麼 因為我媽媽 還有奶奶 他們都得憂鬱症死的 所以我不希望我也得憂鬱症死 所以就改變一下 要欠舉 人是要改變的 沒有什麼遺傳 對不對 遺傳它只是有可能而已 但是你把那個基因 還有一些防護措施做好 沒有什麼遺傳的事 是我們眾生就種這個 遺傳的這個毒啊 以為都是會遺傳 其實不一定 各個症狀都是 所以他說 我不希望我再得憂鬱症死了 所以他就把這個人格特質再做一個翻轉 然後 跟人相處的時候 不要那麼緊繃 所以這樣子呢 改變了 人與人之間的氛圍 這個潤滑劑 而且也是 減少塑敵 所以這個是佛陀的一個人格特質 所以他把這個內容把它標出來 無非是讓我們也可以做到這一點 好 好 這邊76頁呢 叫做 一位良好的教師 除了要精通語言 把所說的觀念表達得清晰以外 還要善於運用各種方式 把話題說得生動有趣 把簡單的課程講得很難 其實不難啦 他可以帶一些什麼術語 帶一些什麼博士說什麼 可以把那個很簡單的事情 但是要把那個很困難的課題 用很簡單的語言表達 那真的是要功夫 我們常常是要把它內化之後 然後用大家比較了解淺顯的語言 把它表達出去 不是佛法太淺 而是有時候大家還沒有聽課 或是還沒有接觸佛教 就佛教很深 很難 很不容易 打坐 如果完了困難 走火怒魔 就貼一些標籤莫須有的 從來也沒能走火怒魔過 如果有 是他本來就火大 火大因為透過打坐 火更大 所以要降火一下而已 你才知道你的火在哪裡 所以很多人說 他跟他吵架 那也沒什麼什麼好吵 其實是羈押 對他不高興已經很久了 羈押羈押 剛好那個是個爆點 如果能夠把那個爆點自己也做一個適度的抒發也是好 情緒抒發 而不要一直累積 這對自己也不好 那你一爆起來大家也會嚇到 你還有這一招 好 這個76月倒數第二行中間 換句話說 一個教師需要富有幽默感 並且能夠舉各種生動有趣的比喻 盡量 也不是說我們每一個人會要這樣 這也是半生性 那天有人講說讀書要有天分 努力 有限 我是認同 有的人都不在讀書 他說他那個兒子都不讀書 課本放桌上 膝蓋放電動玩具 人家還考上新竹中學 高中 人家還不是這樣玩玩玩 那那個妹妹 讀的要死要活 當然沒有很差 但是經過好多努力 所以不一樣 真的要有天分是輕鬆一點 但情人捕捉也是無口厚非 我也是不愛讀書的 這什麼東西啊 翻一翻 然後讀到不想背 這個大概不會考 結果偏偏考出來 實在是很氣人 所以就功課都水平了 都是波動波動 只是要碰到聯考的時候會拼啊 拼啊 有時間拼一個月 沒時間拼一個禮拜 都還可以考到理想的目標 所以真的是要有點天分 我是高一的時候碰到佛學 這才是我要讀的 就很認真讀 從高一就開始讀佛學的東西 所以時間經過了四五十年 那個課外讀佛都是看佛書 第一個讓我接觸的佛教的內容 就是死法界 哇死法界 我們這是娑婆世界 所以傳給同學 一件襲衫殼底下 萬丈紅塵 那有人就喜歡在紅塵裡打滾 我們就祝福啦 祝福 那麼76月最右一行說 使學生在接受教育的過程中沒有施毫負擔 那當然我們透過佛法的認知 就是能夠跟世間法還有一些立志的一些語言 做一個連結 所以佛教不是通通都是用很艱深的術語 當然有人要秀一下什麼什麼什麼的 尤其是維世學很多很艱深的 這個都是我們有做專業訓練 但我們都希望說他能夠比較淺顯的 大家能夠接受 那能夠接受的話他印象就深刻 那在歡樂的當中 把一些應該記住的都記住 那不該記住的就不要記住 因為也是一種負擔 不應該記住的就有負擔 我昨天也多丟掉很多紙本的東西 這個已經有些時間沒有 而且現在有個資法 那些不必要留的東西就丟丟丟 不一定要等過年 平常就不需要的東西 情緒物品都可以丟掉 好77月第一行 法伐經第六卷記載 佛陀能從一句詩句中引說出無量的意理 對他從一個詩句當中 在意理上的原聲還有解說 甚至舉例 這種法伐經有很多的故事 那天有一位說 師父你看我的八字 我是不是看起來很兇很恰伯伯 我說這位施主 你不用看八字我就知道你很兇 你就恰伯伯 他在自己爆笑 還看八字太low了 那為什麼有八字 為什麼有指揮斗術 這是統計學嗎 這種個性差不多是什麼樣子 沒錯 就是那個死樣子 有什麼好看 重要的是要修了 而不是要看說你是什麼什麼 你去跟他講說 我帶奎缸 人家嚇 怕你是不是 什麼東西 而是要怎樣 柔和 那個心柔和下來 打錯腳就不會痛了 你心柔和下來 就沒有那麼多的敵人 好77月第一行 第二行 法界次第 出門最末一卷描述佛陀的生意有八種特色 第一個 極妙因 佛陀智慧廣大 他的話語 能使聽聞的人頓入唯妙真理 那現在人的根基有限 不是說我們說的不夠極妙 所以我們可以彼此諒解 二柔軟乙 這個男眾有男眾的聲音 女眾有女眾的聲音 女眾具有男眾的聲音 或是男眾具有女眾的聲音 在這個面相學來講 也都是違和 違和 但盡量這個講話不用 其實是語句 就是那種口氣 那有人講話就是喜歡挖苦人家 或是使人家難堪 有人就有這種特色 那有的人就是盡量 這個話語讓人家可以接受 甚至於接受他的建議 二柔軟乙佛陀無量慈悲 他的話語仍使聽聞人捨棄剛負的心理 而自然改過千善 因為我們要面對的人很多 所以有人講話真的是會挑釁 甚至於說我看你爛爛 沒關係 我們也行不行不決定在別人的嘴巴裡 曾經有一次就出去嘛 然後呢就遊覽神不是佛教徒 然後就有一個說 哎呀學佛 我覺得那是很無聊人才學佛 看那什麼佛經啊 他就很多負面的話 然後換我講話 因為都自我介紹嘛 然後大家講話 我說是啊 所以更應該要把握時間 做一些有意義的事情 當然出來旅遊看事也是很無聊 但是你透過彼此善意的交流 得到好的能量 應該也不是很無聊吧 因為他說無聊咧 他說阿叔對不起對不起 所以我很少跟人家吵架 幾乎沒有 不過要吵架也可以 我可以一個對三個 我都很清楚他講什麼 他講什麼 他講什麼 一個一個把他應付過去 有啊我也曾經很大聲的 就是有一個會議 那有一個在那邊一直講話一直講話 那他不是會議的人啊 我說主席 程序問他什麼事 這一位是誰啊 本來是大家認識 但是他一直在那邊嚷嚷嚷嚷嚷 說三道四 不是 今天的開會 應該他不是我們名單裡面的 他一直在講什麼 然後主席就跟他自職 這 什麼 分享的時候你再發言 在討論議題的時候你就不要發言 所以都嚇到他們 還是這麼兇的時候 對必要 好 第三 和是音 佛陀行蹤到廟裡 所以聲音呢 和諧適當 能使聽聞的人自然體會正確的道理 這個一分鐘 差不多六十個字啊 你一分鐘講太慢了會睡著 這以前 這個電視台有一位上人講話就很慢 所以原來 後來經過專業跟他調整 他就講得快一點 因為太慢了 大家會打瞌睡 太快了 有那個壓迫感 整個那個呼吸就急促起來 到底他要講什麼 所以 寧可沒講完 也不要太急促 那重點 把這個前面重點是什麼 中間要交代什麼 後面呢 結論是什麼 有交代還是可以 所以我都很準時下課 是因為我們都可以掌握時間 從來 不會說拖很久 甚至提早一點點 大家更高興啊 更歡迎 那因為你拖人家時間 那反正講也講不完 哪有一個課程可以 很簡單的幾個鐘頭 或是幾分鐘可以講完 不容易 第四 尊慧音 佛仇人格高尚 所以聽他的聲音 每次都令人肅然起敬 不用罵人 不用湊了一張臉 這個威而不言 有威嚴 但是不會讓人家害怕 那聲音呢 就平常 當然你可以 必須有強調的地方 可以強調 那 就聽起來很舒服 那你跟一個人講話 這有時候在場合也是 有一些禮貌 公共的場合 就跟其中一個 一直焦頭接耳 人家 奇怪你們兩個在幹什麼 還有呢公共場合 最好避免講方語 除非大家都聽懂 那你的講方語 那對方聽不懂 那就對對方 不好意思 除非你再翻譯一遍 五 不女音 由佛陀自剛自大的正氣和禪定所發出來的聲音 能使一切天魔外道歸福 這個是性別提示 什麼叫不女音 女生的聲音真的不好聽嗎 通常女生的聲音比較好聽好不好 男生的聲音比較粗 他說這個應該把那個女字改掉 不雅音或是不協調的音 他這個因為佛教從2500多年 就是在印度這些落後的國家 這個沒有進化的國家 都是講性別歧視 我在大學是教性別平等的 不是教男女平等 因為有第三性 這早就有了 不是男性女性有第三性 那所以呢要性別平等 是尊重 什麼叫不女音 女人是禍水 但闖禍的都是男人啊 好 第六 不誤音 佛陀智慧圓滿 了知一切事物沒有差錯 她的話語能使人聽到 獲得正確的見解 並嚴厲種種的邪見 所以每天要捕獲 正知正見正能量 邪知邪見 負能量都要丟掉 你留那些沒有用的 七 聲遠音 佛陀的聲音由丹田而發 這個必須訓練 有時候人不自覺 有時候你跟旁邊講 你還用丹田出來 或是唱歌啦 當然是有需要 那個聲樂 那個聲音可以傳而言 所以他們幾乎那種深夜的表演 幾乎不用麥克風的 他這樣出去 你看那個 東南明朵他們那種唱歌就是非常棒 那 劉丹田發音是比較不累啦 聲音清澈 遠聞 近的人聽起來 不覺得聲音過大 遠的人聽起來聲音不會覺得過小 七十八頁 第八項 不結音 由於佛陀生生世世 慈悲眾生的誓願 和行為永不休止 所以他的聲音滔滔不絕 奈能行為 易去無窮 所以一個善字是好像鐘一樣 可以敲的鐘 不是報時的鐘 報時每一個鐘頭要報 他那個鐘就是說 你敲它它才會響 你不敲它它就點點 所以免費不代表廉價 所以我們上課免費不代表廉價 因為太珍貴了 佛法太珍貴 所以你們也花不起 所以不收費 不是太廉價 所以不用付錢 那有的眾生是這樣啊 不是怎樣嗎 不是怎樣 不是怎樣 我們就吃飽飯 美食跟陪你聊天 是正語 正思維 正見 這樣子去把正法洪洋出去 78月 有一部經 叫 《不失意秘密大聖經》 它的第七卷 更有詳細的記載佛陀聲音 有64種美妙的變化和特色 這個太複雜了 有空再去看 那我們看那個 《照相公德經》 製造的照 《照相公德經》 也是有講這個佛陀的 三十二相八十種 還有一些特徵 那是相有心聲 你心正 就長起來很正 不一定要去美容 那個什麼 醫美 真心 微整 好 第五行 《該經》中描述佛陀講話 非常洪亮清晰 柔和悦耳流暢順利 絲毫不會產生聲聲 所以你要跟人家講話 你倒該要講什麼 尤其你要去跟長官報告 或是對大眾做一些簡報 你一定要反覆複習 甚至於要什麼結構 那有人說 欸 我跟你講 什麼 那個那個那個 你講等了三分鐘 他還在那個主詞出來了 你要等他名詞 名詞出來 要等他動詞 動詞還要等他授詞 授詞 聽到阿嬤 所以至少自己整理一下 所以有人 一開口等半天 不知道要講什麼 還要幫他整理 這個就是 跟人家 這個溝通 交流 也是對人一個尊重 人家等你半天 主詞出來 後面能等半天 他說話不但句句精彩 而且音質十分優美 那剛剛講的 你從丹田出來 所以他的聲音就不會很淺 或是很薄的感覺 他的聲音具有洗滌 煩惱和憂慮的功用 使人聽了會產生 無比的信心和歡喜 所以 你跟那個人 齒掌不合 他每一句話 你聽來就很刺耳 要希望他趕快閉嘴 對不對 那你跟他齒掌合 再講一點 再多講一點 就喜歡聽 這個就是人與人之間的交流 當然不認識的人 聽到剛剛前面講的 那些表達的方式 相當使人舒服 愉悅 這個就必須保持 大家做參考 你說我去copy說 全部都這樣 不大可能 要求太大了 人沒有實權實美 就缺少內在美跟外在美 就這樣子 第七行 他的說話很容易明白 然後呢 聽後自然有一種奇妙的力量 鼓舞你向上 他的語調適中 不高也不低 毫無績效 毀謗或浮躁的現象 所以剛剛有跟大家提醒 有人習慣上講話要績笑人家 瓜苦人家 酸人家 那看人家很囧的樣子 他就很高興 這個是大家如果很熟 偶爾來一下可以 那如果憑著一種習慣 大家會不舒服的 好 七十八月 倒數第四行 由於佛陀的聲音那麼美 加上他精通世間一切真理 並且了解弟子的禀父與需要 所以上次有發文給大家 你要站在眾生的高度去看 不是一個媽媽帶一個小孩去逛街嗎 結果他小孩畫出來都是大人的腿 奇怪不是有很多的東西嗎 還有高樓大廈還有精品店什麼東西 他怎麼都不畫 怎麼畫人的腿 因為他的高度只看到人的腿 所以小孩子表現出來都是一隻一隻的 人的腿 所以你必須要站在他的高度 你不要去要求眾生在你這個高度 或是在你這樣的視野 那個都是奢求 自討美趣 所以你要跟小孩子講話要蹲下來 現在的服務也是啊 你要點什麼餐他就蹲下來 那我們的華人台灣的還是彎腰啦 頂多彎腰 當然也有蹲下來 我告訴你日本都是跪下來的 他說跪下來 當然他們的環境也是很乾淨可以跪的 但是他不是兩隻腳 他跪一隻腳也 他跪一隻腳 然後聽然後就寫下來 所以那種舒服被尊重的舒服 佛陀具有下面兩種本領 一說法神辨 隨著弟子的習性和興趣 生動演說各種道理 所以我們幾乎也是可以 你要講什麼都可以 不好的習性我們是沒有 所以也談不來 比較健康的 比較有正向的這些娛樂比較好 二 教戒神辨 能運用各種生動有趣的方式 來教戒弟子如何做 如何不該做 哪些修法是自立 哪些是自立立他的 通常是自立為優先 你這站不穩你還是幫人家服務 不然兩個就爬下去對不對 你游泳你去救人家 那你要會救啊 你不會救你就被他拉下去啊 為什麼有人看掉下水裡他去救 他自己先走掉 就是在這個原理 你必須先自保 你才能夠去立他 這是最基本的 那所以 78月最後一行說 什麼叫應該做 什麼叫不應該做 在我們在戒律上是有 在社會上的法律也有 在生活上的公約也是有 就是對的不對的 其實我們都很清楚 是眾生呢 貪小便宜 這邊沒警察 這邊沒人看到 這沒什麼 所以就會把自己一些對錯做一個模糊 其實世間的事情要自立 要自立 自己要有戒律 那這樣子呢 就沒警察也可以 沒有法律也可以 歐洲也是啊 他們過那個火車站 捷運站都沒有人再查票 你自己刷卡過去 那他們要逃票也是有 譬如說比較落後國家來這邊 他就緊緊跟著你進去 他就不用刷卡 等一下他到哪一站他要出案 他就緊緊跟著那個人出來就可以 但被抓到就罰很兇了 他們就是嚴格的處罰 但平常就是尊重人權 不自愛被抓到就很麻煩 所以他們都是乖乖的 好 七十九月第二行 《涅槃經》第二十五卷 《涅槃經》當然就是講佛陀的往生 描述佛陀善於運用生動有趣的方式 來描述下面這種語言 所以你們這幾招學起來 你們去到哪裡就是春風 如果你都剛剛講的那些什麼 績笑毀謗胡召 你去到那邊便是龍捲風 大家就躲的躲 逃的逃 那天有跟一般同學說 在聊那個教書啊 當老師啊 所以他們說 哦 師父你也教書 所以你學生很多 逃離滿天下 我說是啊 逃的逃 離的離 所以笑一笑 英語 說明現在的各種現象 行為現象和原因 將來會產生什麼結果 這也是常常跟各位同學提醒的 凡事要想到它的結果 你這樣做會有什麼結果 要想到 那我從小就有這種習慣 我十歲就想到我二十歲 我二十歲了三十歲四十五歲 差不多好事啊 差不多怎麼樣 所以你就不會做那些沒有意義的事 所以要先想 我不愛讀書嘛 所以我說到了二十歲 大學都畢業路上碰到他 那個就以前不愛讀書那一個 他一定還沒有面子 我也不是讀不來 好吧 勉強讀一下 因為以前我們那個老師很好 小學的時候 那個老師也超懶的 公公有沒有寫 有 好 排場去收本子來 排場 你有沒有寫 剛剛你說有 老師就問了嘛 好啦 等一下補給你 畫一畫就出去了 那個都很好應付了 所以這個老師會影響學生 老師懶得要命 所以有改沒改我也不清楚了 反正那個是古早時候的事 就覺得說 看他的行為就會變成學生 就往下 變成一種邪淡 那你慢慢的成長 你會不會受到這些外在的影響 該做的就做 不該做的 那小孩子他是因為在是非對錯 還有一點模糊 他也可能知道是 這樣是不對的 這樣是對的 但他還是有點模糊 所以要堅持 那對不對的事情 不要說我給你三次機會 你第三次的時候 我就這樣不行 第一次你就要發言了 第一次你就要反應了 第一次你就要制止 不要把錯誤第二次第三次 那是很柔的做法 人家對你不好 對你口氣不好 態度感你第一次就要反應了 我給他三次 幹嘛忍耐三次 你不是小媳婦 那你這樣就不會把自己 畢業成一個很痛苦的一個情境 所以那個什麼叫三次 這個可能是法律上一個論行 就是說怎樣怎樣 但是在人與人之間對待 因為你給他三次他已經變習慣了 以前怎麼可以 上一次怎麼可以 第一次就是不可以 第一次不可以就要反應 好國語 剛剛是英語現在是國語了 說明現在這種行為和結果 是由於過去那些因素所導致的 所以剛剛講的結果 上次為什麼可以 這次為什麼 就是因為上次的因變成這次的果 所以一定要表態 我們不用凶 我們不用態度怎樣 可以大家平靜的時候 表達這樣的是非對錯 如果他不清楚 我們再找適當的人做溝通 以前我們比較小的時候 人家如果插隊 導致很有正義感 你怎麼插隊 或是不行這樣 後來有點年紀了 對不起排隊是從那邊 因為可能我們排前面 從哪一邊 你沒有看到 你要不要從那邊排 這個給對方也有樓梯下 你直接說 不行插隊不要臉 他有點生氣 對不對 所以適度了 就是經過年齡之後 就會體貼對方說 可能你沒有看到那個排隊隊伍在那邊 因為有人亂插 當然他如果年紀大 或是有這種什麼優先的 就適度的還是可以 第四 七十九月 第四 善於運用各種具體和生動的避欲 使弟子明白某些抽象的觀念和道理 這個是很重要 這個大概是多少公尺 可能是這個教室這樣有多少公尺 以前沒有這個度量痕 當然就是用走路 大概是男重幾步幾步 或是女重幾步幾步 這樣子來做一個比較具象的 空間、時間 後來你的大概跟我的大概有時候差很多 所以產生度量痕 那還有尺 後來就變成公尺 公尺就變成國際的這個度量痕 金還有公斤 比較好玩的就是台灣是一斤十六兩 大陸是一斤十兩 一叉叉六兩 所以你要問清楚 你是哪一邊的金 真的是一斤差十兩 六兩 還有人講話術 全面五折起 五折它那個起血很小 根本你要拿放大鏡去看 不情願賣 沒有誠意 生意的手法 其實你不如就坦白 這些是五折 這邊都沒有五折 五 不應所語 應用方便和虛構前省的比喻 跟前面其實一樣 使弟子了解某種深奧的 前面是抽象的 精神很好 什麼叫精神很好 不會疲倦 不會打瞌睡 不用睡覺 不用怎樣 叫精神很好 什麼叫很深奧 那你說潛意識 深跟淺的深 或是潛水艇的潛 所以必須把這些概念 做一個具體表現 像我們潛意識 潛水艇的潛 我們人類的大部分 只有95%的潛意識 還沒有發揮出來 我們平常的表達 語言、文字、思想 這5%而已 所以人類是很淺的 所以男生更坦白說 我是視覺動物 6、視流不語 應用世俗人日常所流行的語言和術語 來說明某種觀念和道理 這個就是大家能夠理解的 不要講得太深奧、太艱深 然後聽不懂才表示你有學問 那就看你的對象 其實通常我們除了講課之外有演講 但要看對象 他說蔡市長買菜的阿上 或是那個 像有時候去大學演講 有時候是大學學生 但是有時候教授也會來聽 那通常 大學生他們問的問題都很尖銳 那麼教授呢 他就是會跟你做一些 某些觀念上的一些溝通 他們也不會說他們就 什麼都懂也未必 教授嘛 就越教越獸 我看起來像野獸 叫教授 好 第八 如以 第七 如以指示弟子某種思想和理想和潛人 以激勵他們 例如佛說一切眾生 具有平等的佛性 都是 大家都有 所以上帝也對我們很公平 一天有24小時 對不對 1440分鐘 看你怎麼應用 你少睡一個鐘頭 就多一個鐘頭的時間 你少吃什麼什麼 就少囤積一些不應該囤積的東西 所以其實有人碰到病啊 碰到災難啊 就抱怨天啊 抱怨地啊 我也沒做什麼壞事 那請問誰做了壞事 在做誰做壞事 幾乎大家也沒做壞事 那為什麼會碰到這 這是業力音樂的展現嗎 過去是業力經驗 好 八十月第三行 此外 佛陀也是一位幽默大師 關於他幽默的趣聞 請參閱讀者陳伯達著作的 佛陀與孔子教育思想的比較 第五章第九節 所以他這個在推銷自己的作品 這位陳居士 他這個是蠻早期的 這本書也是 比較早期 然後比較淺顯生動的 把佛陀的言行思想 還有一些概念 把他推了 所以早期他這個書是非常的受歡迎 那因為後來慢慢佛書多了 所以這些比較淺顯的書還是受歡迎的 所以我們就介紹這一本 好 八十月第五行 佛經中生動有趣幽默灰穴的故事 多得不勝美局 譬如佛陀說 以前有一個長者 養了一個兒子 父子以耕種葡萄園為生 可是那個兒子很懶惰 不大願意工作 通常是這樣 都是爸爸打江山 兒子敗家 因為他沒有努力過 所以他就等著 因此這位長子 在臨死的時候便告訴兒子說 他有很多黃金在葡萄園下 那個兒子不是說 爸爸走了 趕快要發問土獎 兒子怎樣 趕快挖到那些黃金 對不對 趕快去揮霍祥湖 買跑車 於是在他父親去世後不久 他開始拼命挖 結果他挖遍了整個土地 還是找不到父親藏的那些黃金 當時他非常火大 但由於他已經努力的翻了葡萄園的土 那一年葡萄園有一個豐碩的收穫 他想了很久 原來明白了他父親臨死所說的那句話 並不是真正有什麼黃金埋在地上 而是呢你藉由努力就有豐收啦 藉由機會其實他努力耕種才會獲得財物 所以他就改掉懶惰的習慣而努力耕種 所以我說不用罵 他知道做就是做 他不知道做他沒福報嘛 你做到口土排莫也沒用 所以我常常跟做媽媽的講 講一遍就好 講一遍就好 你講第二遍 顧人院 所以我們在道場都是奠奠的 沒什麼話好說 因為該做就做 不該做的沒有人做 所以就沒什麼事 所以我們在道場也都很安靜 好 八十一頁 他要舉一部經 所以你們這邊經如果 能夠有機會去瞄一瞄 也是滿有趣的 八十一頁 其他如玄疑經第十一卷的 譚逆歇平的 還有雜寶藏經的 雜寶藏經我曾經在電視講過 他也是滿有趣的 有個叫契老國園的 也是非常生動 契老國就是給老老人家被人家丟了 什麼東西可以留 老人嘛 站地方 又要吃又要什麼的 所以就把他丟了 那怎樣 後來有一些比較美好的故事 以後有機會再跟大家帶過 八十一頁第三行 佛陀甚至曾率領弟子 去沿佛納達成參加一期婚禮 佛陀也參加了一家婚禮 我也曾經參加 有時候家族 剛好那天 其實不常 剛好那天也沒去禪修 或是那天沒課 他就說 哎呦我們小時候都給你抱 我們現在都結婚你也不來 好吧 就去 那他當然他也很誠意 有準備給我們吃的 都是菜嘛 都吃菜 並且在典禮中 對新郎新娘 和廣大的群眾講得 相當精彩的致詞 和別致的祝福 這不失為 機會教育的好典範 這個 有機會 可能 那不是佛教徒的場合 他也會做一些適度的講演 那像我們也常常被邀請到學校去演講 甚至也去那個 交通 違反交通的講席啊 他們就被處罰要聽演講 所以我就去跟他們 講一些比較高興的笑得出來 不然就不舒服啊 我們還被處罰 有的被處罰勞動服務對不對 那他處罰要聽演講 而且聽一個師父 他說死啊 這整個狗狗而已 我沒道理 所以從頭到尾也沒有 所以從頭笑到尾 所以呢那個 局長長官還辦一個感謝狀給我 希望有空再去 我說 當然是也好啦 無所謂啦 不過還有一次被邀請一個高中去演講才好笑 那個教主說 因為我們所有的老師都不在 都去招生啊 所以這群學生沒有人講課 所以我們今天就安排師父您來演講 這樣子 所以現在的老師很忙啊 要去招生 所以你怎麼出頭了 好 八十一頁 最後一段 一般來說 善於幽默的教師 不但在平時的話語中 揭示人生的哲理 而且言簡意嗨 句句中肯耐能尋諱 這當然也是我們講話的一個方式 講重點講結論 廢話我們不要多 除非對方有空 或是你有時間 再把那個過程做一些說明 那有人他有 有些事情啊 可能你自己本身也有些事情 或是對方也不一定要聽啊 所以必須有一個提點 然後再繼續 他說呢佛陀便是一個例子 他忍著敏銳的觀察力 其實不是佛陀 你做各行各業你也有觀察力嘛 當老師對學生的了解 賣衣服的對客戶的了解 這個進來會不會買就知道了 這個會有什麼消費也差不多知道 那現在的店員啊 服務人員也都是 比較保持一個距離 不會一直跟著你 那當然早期的會要他一直跟著你 這個怎樣那個怎樣 就會讓客戶很不舒服 所以國外也是 他都是站著你看得到他的位置 他不會讓你找不到 然後呢你要什麼 問顏色或問什麼的 他才會走靠近 他不會一直跟著你 讓你有壓迫感 那日本的店員也是啊 如果他當然有時候 你跟他對看的時候 他也會說有什麼需要服務的啊 那你說我只是看看 他也讓你看啊 國外也是啊 你說看看啊 Windowshopping啊 你說你就是窗戶看一看 他也不會來趕你 因為很多東西不是我們需要 我也曾經說過 欣賞不一定要擁有嘛 欣賞就好了嘛 好 這一段的第三行 妥協的語言表達 抗達坦蕩的胸襟 和睦而不忍酷刻板的封度 以上是幽默的條件 我們應用幽默的教學法 使對方在輕鬆有趣的方式上 消除了餘力 平息了憤怒 奇怪 他來講課為什麼要憤怒 你們是很不情願來嗎 是被人家用槍壓著來嗎 未必嘛 是本來眾生有他的情緒 那希望呢 藉由課程 消除你對這個課程的餘力 或是對人生道理的餘力 那憤怒本來眾生就有的沒有的 無名火一大堆 那當然藉由佛法的課程 藉由佛陀的開示 自己呢 平息自己的內心的障礙 那當然也有人 有所知障 知道了 我知道這很多啊 講這麼淺 不是講這我都知道 那你就不用 不用浪費彼此的青春 那當然 在每一種的課程當中 他有他的一個收穫 譬如四十二章經曾經記載 這個在佛經當中有八大人絕經 四十二章經 這個都是滿淺的這個經文 在敘述佛法的道理 那這裡面呢記載說 當一個人口裡震出二元的時候 佛陀平靜的對他說 朋友如果有人送人禮物 這個就是說人家罵你的話 就好像送你禮物給某一個人 那那個人沒接受 你是不是要把那個禮物收回去 對不對 所以人家罵你 你不接受人家的罵 他就自己收回去嘛 不是也用比喻嘛 對空吐壇 那壇掉下來掉到誰的臉上 迎風 揚沙 對著風 把沙子灑出去 那 誰中 中了自己嘛 所以 小心 在這個法界當中 原動 反動 都會回到自己的身上 所以你對人好 法界就對你好 你對人不好 就不要抱怨 就閉嘴 這一句話 使他頓悟了前非 重新開始做人 所以 我們不能去 一昧地要求人家對我們好 所以有人說 我這小人很多 我要去罪盖小人 我就問他了 你有沒有發現 也許你就是人家的小人 搞不好你就是人家的仇人 殺之而快之 拔之而快之 殺比較恐怖 所以 我們都站在自己的立場 剛剛講的立場角度 去看事情 好 82月 由上可知 幽默 不是諷刺 不是挖苦 不是欺蔑 可以諷刺 可以挖苦 可以欺蔑 但是對自己 拿自己開刀 消遣自己 而不是消遣別人 消遣別人是 偶爾為之 而且那個尺度 是大家可以接受的 但你挖苦自己可以啊 好 而是一種敬夫含蓄的思想偉笑 像我以前小時候就是又瘦又小 所以同學會欺負 有時候會欺負你一下 那我也會反擊啊 你比我高大 並不代表你比我偉大 給我過來 好 通常他們都不敢過來 因為我後面有高個子去處理啊 好 幽默大師小柏娜 上個禮拜有跟大家介紹 對不對 他就 太瘦了 很瘦就被人挖苦 他就 人家挖苦他的身材 他就反挖苦回去 所以說這個幽默 有時候是挖苦自己 除非對方有挖苦你 就 去跟他 平衡一下 那有一次他們這些 蕭柏娜啦 還有一些什麼 因為他們這個是社會地位蠻高的 有時候會有一些比較 社會地位比較高 一起吃飯 然後就有一次將軍啊 請大家吃飯 那將軍就 頭髮都掉光了 然後那個威特拿著酒啊 放白白白 結果呢 剩下一杯要來給將軍 但是 一個動作不小心 那個酒就淋在將軍的頭上 那大家都 安靜了一片 嚇死了 那將軍說 這種長頭髮的方式 我也試很多了 你以為把酒 潑在上面就會長頭髮 不用啦 所以他就自己拿餐巾紙擦一擦 就化解那個尷尬 所以有的地位很高的人 就怕人 會讓人家害怕 所以他就 用一個很幽默的方式 化解那個威特的尷尬 好 所以 欸 不是我們在 為一些高的人 就讓人家很難堪 或是講一些 讓人家要鑽地洞的 才表示你厲害 好吧 剩下一段 我們休息一下 剛剛講佛陀的語言 那 那同學剛剛有人記得 這個這個拆頭縫 以前有詩跟詞 這叫詞 這詩呢 有五言絕句 七言結句 那詞呢 他有詞牌 就是歌曲呢 他有一個 曲調 就 那個選曲嘛 不是唱那個什麼 叫他辯論他唱歌 人生短短幾個秋 因為他後面那個詞要拉很高 怕走音 所以不敢唱 好 那 這個就是他有那個曲調在那邊 啊這個是 這個曲子 就是那個 路由 路由 他叫 放翁 路放翁 那剛剛同學講 這個是被婆婆 那想念他的 阿拿大 他說 紅書手 黃騰酒 滿塵春色 宮牆流 這個時候是非常有名的一首詞啊 紅書手就是說 不是真的整隻手是紅的 而是呢 白裡透紅 白裡透呢 一隻手 一雙手 不是一隻而已 他拿了這個黃騰酒 這個酒就是說 苦的 辦事業很為難 那剛剛提到那個 人生幾個秋 對不對 然後下一句是什麼 不醉 不罪 不罪不罷休 所以那個酒 在那個時候 就好像我們喝咖啡一樣的 是品嘗的 不是猛灌猛灌的 是後來的文化 變成猛灌猛灌的一個文化 所以他們都是潛藥 潛濁 那像李白也是 舉杯妖明夜 對日 對月 成三人 你跟月亮 還有你 還有你自己的影子 這樣就三個了 所以怎麼會寂寞 不會寂寞 他是這樣行 也是自己獨佐 滿城春色公牆柳 所以他這首詞最有名的就是 但是他過的不是這樣 滿城春色的日子 因為被婆婆欺壓 還有自己很親密的人 確實不在身邊 但是景色是這樣的優美 滿城春色公牆柳 就是非常的搖郁飄動 東風鱷離情伯 歡情伯 就是因為指了他的婆婆 惡婆婆 就是東風鱷 還不能亂講 你知道 在明末的時候 你寫這個一些詞的那個文章 所以呢 有一個皇帝好像名什麼 然後宋徽宗還是誰 他就寫了一首 春風不識字 為何亂翻書 那清朝就說 你影射我們清朝不識字喔 就走去 把他處理掉 所以呢 他不能講他的惡婆婆 他只能說東風鱷 這樣歡情伯 我歡樂的日子幾乎是沒有啊 一懷仇緒 滿肚子的憂仇 這樣幾年理所 經過這麼多年的 所以 一日不見盧閣山丘啊 那個死人不知道死多久不回來 所以他那個滿腹的恩怨 所以呢 離開是錯誤 剛剛有講第二段 我這個不是第二段 他第二段是 春如舊人空壽 夜裂痕紅角壽 紅玉角消壽 桃花落 閒池閣 山蒙誰在 錦書蘭托 默默默 他說春天還是依舊啊 可是呢我想念那個人 因為離開嘛 所以我日見消壽 不是減肥啊 然後呢眼淚流的怎樣 那個他有化妝吧 早期的還是有化妝 那個妝就花掉了 然後呢 欸桃花落 等到這個春天過了 桃花也落了 那那個池閣呢也怎樣 被那個 尼莎啦 淹 就淹上來的 所以那個池閣也沒有很清澈 就像我那個心情亂七八糟的 山蒙誰在 山蒙還是 山蒙還是還在啊 可是怎樣 我的書卻沒有辦法寄啊 所以默默默 就無可奈何啊 默可奈何 所以這個那個時候呢 這個路由的這個詞是非常有名的 那他有名的就是用這個景來形容心情 所以我們剛剛講的語言文字幽默風趣 可是那個時代的一些感情 他有一些含蓄的 他必須藉詞 還有隱色 那個剛剛講的東風 那另外在明末的時候有講到春風 清風不四字 清朝的清清風 所以都必須隱色 但如果人家抓你的把柄還是有 那後面呢 就有人寫說 花間壽生於秀 秉足香氣心於肉 他就是 他有那個押韻還有那個詞 這個是高中畢業時候寫的 金蠶奪離清所要畢業了嘛 那蠶在叫啊 可是呢 離開的那個神所我們都有份 好 紫薇山醉 內抹淫縮 落落落 因為我們學校那個山叫紫薇山 紫薇山醉 怎樣 內抹淫縮 那那個內抹淫縮 最後這個縮就 眼淚在這邊喔 轉轉轉 但是又縮就是還縮一點點 沒有掉下來 所以很有畫面 落落落 最後還是落 這個作者就是講話這個人 好 所以 Oh My God 不是講的嗎 所以以前我們就是喜歡這些 欸 有的沒有的 那我以前我也去 欸 唐廷南那個中文系的博士班啦 那時候那個教授在講那個什麼 敦煌文獻 他說 李軍法師你來讀 啊我讀不去 我讀得很多 讀不去 而且那個 讀那個都愛寫論文 你說沒關係啦 你來聽歌就好 有啊有去聽啦 聽那個 那時候去聽敦煌的文獻而已 結果沒有去讀 我去讀對岸博士心理學 好 那這樣知道誰做的吧 哪裡啊 生魚秀 秀 秀 秀子的秀 啊對對對 露掉 哇好有小恩啊 趕快趕快補上去 欸 梁先生 尤先生 尤先生 秀子的秀 領秀的秀 啊有認真看 就寫一些花花草草的東西嘛 啊因為大家交情很深 就彼此傳遞這些東西 好 八十二月十一 欸還有一段沒講 八十二月的最後一段 在教學的過程中 幽默不但可使師生建立親切的關係 而且可以提高教學的效果 我們說那個以前在日本讀書啊 那個同學聚會會邀請老師 那在台灣的老師通常不會去的 通常不會去 但是日本的老師會去 他會去跟你說這個說那個 然後關心你 所以日本的老師跟學生都是非常好 你什麼事情都可以找他 他把學生當做他的小孩在照顧 所以你什麼問題都可以跟他討論 什麼心事都可以跟他講 所以他每一個人的什麼個性啊 什麼成績啊 什麼學習啊 他也都很清楚 幽默使得平鋪直樹的教材 變得生動有趣意義 你就嗯 就沒有那麼艱深 或是沒有那麼困難 當教師幽默的和學生笑成一片 師生間的年齡跟權威隔閡便不再存在了 所以人是會這樣的感染 你常常跟年輕人在一起 你就對年齡上不會那麼執著 那我們年齡大一點動作慢一點而已 所以我們的心靈還是so young to young 在這個時候 教師和學生連成一遍 快樂的分享共同的經驗和感受 我覺得我們讀到初中還高中 我們同學有幾個很調皮 每個老師來都問他的戀愛史 你跟幾個人戀愛啊 你為什麼跟這個啊 你為什麼跟這個啊 他們都很喜歡 然後老師就沒時間講課 你知道嗎 就這樣逗老師很好玩 那那個 蛤 離情所啦 情啦 離情所啦 哎唷 欸欸欸感情的情啦 喔 那學那麼認真幹什麼 所以那個都要再順一順啦 我就剛剛就沒順就跳下來了 那路由的他另外第二首就默默默 默虛有的默 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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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分開 哪一個路由那個啊 對啊他在描寫一個女眾的心情啊 那就要問他啊 你還很熟悉他們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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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耶 對啊就是一種抒發而已 我也聽過啊 我聽過我媽媽講 她的媽媽也是跟她先生感情太好 所以她的婆婆受不了叫她離婚 那個時代還要叫人家離婚喔 奇怪 所以我曾經看過那個什麼 這些文章 還有佛教很多文章 很悲慘的文章 就有一個想 這佛教還有很多的悲劇 就好像講一個妓女 她因為要賺生活費嘛 所以 然後呢她 她 後來 離開家庭嘛 所以她是跟她先生離開 然後出去這樣自己賺錢 後來她有一個恩客 結果是她兒子 所以她那種內心的糾結跟痛恨自己 描寫得非常的 然後她就後來奮發圖強修行 包括那個善財同志五十三餐 善財同志也去參訪 這些不是我們認同的這個行業的人 所以她們有她們的心酸 但是她 她只要要表述的就是說 不管你的工作 不管你的出身 是怎樣的身份 只要你能夠翻轉的話 無二無別 那佛陀那個時候 出家 然後又回到她的故鄉的時候 她出家的時候 因為她父親不放心嘛 派五個隨從去 來侍奉她 那五個隨從就也跟著她出家了 對於她的修行 還有她的佛法 跟著隨 後來她們就又回到她們的故鄉 那就這些兄弟姐妹 堂兄阿 表哥阿 表弟阿 那時候還沒有女眾出家 所以大家也是要要意識 哇 佛陀修得這麼好 我們也要來去出家 哇 一大票人要出家 所以就請她那個剃頭髮的那個奴隸 他們多久要剃這頭髮 然後那個奴隸 他也剃還很多人 然後他們就談論 欸 你要去嗎 欸 你要去嗎 哇 大家好多人要出家 哇 這個剃頭的奴隸說 我也要咧 我也好想要 所以她就半夜去跟佛陀說 佛陀 雖然我是 他們有四性階級嘛 宗教家 貴族 平民 還有奴隸 他是屬於奴隸 我也想出家 但我是奴隸 你願意收我嗎 佛陀說 可以阿 馬上幫你替法 欸 那些人是替了法 明天才要來的喔 你要知道喔 他是半夜就跟他替法 等著隔天他們那些什麼 欸 王子啊 什麼公子啊 欸 什麼表哥 表弟 堂兄 都來了 一看 欸 這個不是剃頭那個奴隸啊 他怎麼先比我們剃頭了 欸 所以佛陀就是要破除他們的階級 這個要叫師兄 他們叫不出來 他們就叫奴隸叫慣了阿 叫他的什麼名字 叫慣了什麼叫他師兄 叫不出來 我都說 那你這關過不去 你們都回家了 嗯 所以沒有回家 沒有 喔 就破除這個視性結局 所以身份是不重要的 重要是你的發心 所以在這個故事裡面 都有些跟我們平常認識的事情 反差很大 那就是在破除你的執著性 好 那要查 好 所以82月倒數第三行 45分鐘的教學和5分鐘的笑聲 比整堂課50分鐘都從事課版的 呆版的教學要高出一倍以上 也是啦 大家在歡樂當中 就多多多時間就過了 好 十一善於運用各種知識和動作 一個最優秘的教師和演說家必須學會 如何應用全身的知識和動作來表達他內心的訊息 當然我們也學過那個什麼 演講啊 還有那什麼談話的 好 那演講啊他是教你說 你最好兩隻手都要動 你不要動一隻手 好 但是你的手勢要注意 有 之前有一次那個小英 他講話都這樣這樣 人家就罵他 你們用手指我 還好不是用下面那一隻手 所以這樣子他是其實強調 還有川普也是啊 川普也是有手勢不是嗎 他是這樣啊 川普喜歡這個手勢 還有這個手勢 但是 就盡量 要避免說你是在指人家 日文人不會用說 欸你過來 不會 請你過來 他就是用這樣 手掌 不是用手指 你用手指就指人家是很不禮貌 吃飯的時候用快 欸你過來 我要夾那個菜 不是 都是要用手掌 這個是餐桌的禮貌 還有人人之間的禮貌 或是要喝湯 或是要什麼 你一定要放下另外一個餐具 那個筷子放下 再拿湯匙 不要拿著筷子 再拿湯匙喝湯 第二行中第二句 因為這麼一來 聽眾除了感受生動的談吐內容以外 還可以感受他的行為語言 根據學習心理學上的原理 一個人在學習過程中所運用的感官越多 他的學習效果越佳 當然 透過一些譬如說警政單位 FBI 你任何一個動作都可以傳達你內心的訊息 他們都可以藉由這樣子 譬如聽收音機的效果 總沒有看電影的效果 因為收音機是聽而已 電視 現在是還有4D 比較具體 因為聽收音機 我們就是聽覺去學習 看電影 我們可以運用聽覺跟視覺 慢慢的還有嗅覺 咖啡來了 都聞到了 好 由上面可以了解 如果一個教師 善於運用各種知識表情動作來從事教學 他可以增加學生的學習效力 當然還有很多教具 這個輔導工具或什麼的 那越小的小朋友一定要更多的 還有配合音樂、舞蹈 慢慢的就減少 好 倒數第五行 根據《涅槃經》跟《法法經》第六卷的說法 佛羅是一位善於運用行為語言的人手 他全身都會說法 都會做暗示和表情 《大波涅槃經》記載佛羅全身都會微笑 他還會放光 其實我們每一個人都會放光 我們肉眼看不到 我們全身的毛細孔也都會呼吸 所以你的衣服要換 你衣服不換的話 就有味道 尤其是夏天 詳見大致的第七卷的解釋 所以你的心產生的是正面的能量 你發出來的光是柔和的 是舒服的 那些冤親債主 無形的眾生 不是會靠近 不要想那麼多 他會被你的柔和的光 然後也會趨向學佛或修行 所以其實不用講那麼多 所以我們講玉戒 玉戒才色名十歲 要半夜 要什麼什麼 社界呢 沒有男女下 所以不用男婚女嫁 無社界都是心靈溝通 所以在人界當中 人與人之間其實話不用太多 你的表情 你的心情 那種磁場 就可以感召 所以 沒什麼話好說 沒話說 說什麼話 不是有個廣告嗎 他很累了嗎 你媽好啊 所以你很清醒的時候 其實不要說很多話 因為他已經斷除了眼耳鼻舌生意 六根的一切污垢和迷惑 使六根親近 所以親近的話 只有招感好的能量 好的因緣 因此他能夠六根互用 六根互用 在任眼睛有講 眼睛瞎了 他可以用手掌去看東西 所謂六根互用 就是六根中的任何一個功能 都能去看見東西 聽得見 聞得到 嘗到各種味道 觸覺 觸覺 種種物體 還有了知種種真理 這個是住二十世 好 我們來看二四七夜 二十七夜 二四七 住二十四 如來一根 能見色 見色 就是眼睛 任何眼耳鼻舌生意 任何一個 可以聞聲 可以嗅香 當然會嗅臭 不香的 還有別味 還有知法 一根線耳 一根一然 就是他 任何一個 眼睛 他的眼睛 可以展現這些功能 這個 相反了 眼可以 好來擦掉 中間的這一排擦掉 就是他的眼睛 可以色、深、香味出來 都有辦法 那耳朵 都可以 所以有一個佛陀的弟子 佛陀講就是打瞌睡 佛陀就罵他 愛睡 去當棒喝 這樣喝起來睡不是很完美嗎 沒人吵 一睡一千年 被佛陀罵了 你知道佛陀還很兇還罵了 你知道 他就慚愧啊 就盡盡修行 日夜不休息 他就把眼睛弄瞎了 太盡盡了 結果呢 佛陀也可憐他 他是努力啊 不是懈怠啊 就教他怎麼修天眼通 哇看到了 那邊在買咖啡 那邊在吵架 這邊在打牌 那邊在幹什麼 混亂了 東西南北都看到了 我看到很多不該看的 我都說 關掉 留前面就好 所以他都能關掉 留前面可以走路 可以看筋 所以這個器官啊 他其實可以忽用 那說眼睛呢 我們的眼睛 就不如貓嘛 貓晚上啊看得很清楚 看得很遠 那瞳孔一放大 看得很遠 還有那個 住在高山的 偏隱地帶 他們因為都沒有建築物的遮障 所以他一看 可以看一公里 這東西可以看到一公里外的東西 所以我們不能小看說 我們怎麼可能 1.0 2.0 對不對 你們勢力多少 你們2.0的 2.0好像形容 他的家室是2.0 我這個是0.7 這邊是0.4 所以 有時候還要戴一副眼鏡 是這樣 那以前呢 0.1 以前 近視的時候0.1 0.1 東西要拿很前面 所以人家說 你在瞪我 我都看不到你 我還瞪你 戴個眼線 你長什麼模樣 這樣子 那可能剛剛是在 被太陽照到 那個 有刺眼 不是瞪你 那更不可能拋面眼 好 那耳朵 這個聽很遠 所以那個 住在高山上 他們 你看那個原住民唱歌 聲音 非常的 遼闊 那 都是從小練的 他們這頭喊 那一對 對面那個山頭 這樣會喊的 那鼻子呢 聞 這個都是因為 他們都是處於原始的 比較原始 自然的 生活 舌頭呢 就是吃 原味的 沒有太多的 調味料 那我們平地的人 吃太多的 調味料 吃太多的 過於烹飪的這個手法 他們都吃很天然的 身體呢 接觸大自然 所以我們比較建議 這個 住在都市的 假日出去走走 接觸大自然 意呢 就是想法 不要想那些 亂七八糟的事 想一些比較正面的 比較好的 那耳朵也是 它相對的 射身香味出發 也都是可以 那所以這 六根 可以互用 所以哪一根 沒有了 哪一個 器官消失了 沒有眼睛 不用怕 沒有得多 沒關係 它和其他的器官 可以去代替 所以這個 都是非一般的 眾生可以體會的 好 剛剛 祝二世 這個是 二世七 祝二世 先介紹一個 涅槃心 旁邊是大自讀論 經 大波爾經 曰 爾時世貞 從三昧安詳而起 以天眼觀世界 舉聲為孝 是在大自讀 卷七 大自讀就是解釋 大波爾經的 就是 在敘述佛陀從定當中 就出定 然後用天眼觀世界 舉聲為孝 他每一個毛細孔都在笑 都在微笑 都在微笑 因為禪定是非常舒服的 比玉界的 這些財色名詞水更舒服 所以你達到這些 親近 親安 就不會去追求 這個玉界的這些東西 所以是必須自己去提升 如果不願意 那個不是我的範疇 那不是我的需要的 所以就 沒什麼好說 我們這邊就是把它介紹出來 好 回到八字四頁 八字四頁呢 就 提到這個六根互用 所以很多人呢 它可能就看看經典 而不曉得這樣的一個殊勝度 沒辦法體會 一樣 你對螞蟻講說這個 時空有長寬高 它沒有辦法體會 它是長寬而已 它沒有長寬高 所以你對這一類的眾生呢 講它沒有辦法絕受 那是它的因緣啊 碰到 但是它沒有辦法絕受 就只能帶過了 那八字四頁呢 就第一行我們再來順一下 具有看見事物 聽到聲音 嗅到香氣 嚐到種種味道 觸覺種種物體 何聊之種種真理 叫做六根互用 第二段呢 在妙法蓮華經的法師功德品當中 這法師功德品就是說 怎樣當一位法師 那麼法師有哪些功德 佛陀對弟子詳細的說明 六根清新的方法和妙用 所以在佛陀的經典都有很多修行的方法 他不會說他只針對誰說 對誰不說 沒有 他對所有眾生都是公平的 那只是有的願意聽 願意做 有的願意聽不願意做 有的願意做不願意聽 他狭修盲煉 有的不願意聽也不願意做 任何一個人 如果照佛陀在妙法蓮華經所說的 是安樂憑 是安樂恨等方法去做 很快的一生就可以六根清淨 最慢的三生就可以六根清淨 但是如果為了明文立揚而修行 那就沒有辦法 六根清淨 所以有人說 哎呀 替法出家 六根清淨 當然是一種形容 這個出階 眼耳鼻舌生意 清淨 你不用這樣想你的法型 第三段 八十四月第三 為什麼會有六根 互用這種奇妙的現象呢 這主要是由於佛陀認為 一個人之所以能聽 能見 能嗅 能說 能感覺 能思想 都是由於靈性的作用 那這邊就是筆者 他的一個親身的經驗 一位姓張的 不用眼睛 他仍然可以看見各種事物 不用懷疑 這種人多著 那有人他是有眼睛 但是他會看到無形的 借著眾生 比較好的看到佛菩薩 比較衰的就看到那些 比較長得比較抱歉的 什麼七孔流血的 斷手斷腳的 腸子露出來的 我都沒有看到 甚至也能透過牆壁 瓷器 當然你看那個什麼 什麼魔凝寶珠 還有那個凝眉 要對著那個水晶球 講什麼講什麼 不究竟 甚至也能透過牆壁和瓷器 這些事實可以證明 任元經上天眼通 和靈性能見事物的理論 還有那個台大以前的 那個前校長不是嗎 他這個拿個紙 然後寫一個字遮起來 那他那個有天眼的可以看 他只要看到佛 那整個長子是放光的 所以各位平常要做功課 稱頌佛菩薩的聖號 帶個佛像啊 帶個小小的掛飾啊 這個對自己都是很好 因為他那個透過天眼通 一看這邊也寫佛字啊 比如說是裡面有那小小本的佛經啊什麼的 你看他這整個這個物質啊 通通是放光的 所以你帶個什麼掃飾在身上 佛菩薩的光片照 所以毘魯遮那佛 他的另外一個稱呼叫光明片照 所以你們每天每次來上課 都有稱念毘魯遮那佛 佛菩薩的名號都可以 都可以消災解惡 好 所以你說沒時間送金啊 你念佛號 念觀世音菩薩 念普賢菩薩 文書菩薩 地藏菩薩 想得到你都跟他念 日照 日光片照 月光片照 所以就 有佛菩薩的光明 好 84月倒數第二 由於靈性分佈在炎耳鼻舌生意 所以才會發生色身相會觸法的作用 好 那譬如說掛念珠啦 手中念珠 手中的念珠或脖子的念珠 對 我是不喜歡掛 但是因為人家給 給他掛幾天 我連手錶都不愛掛 但是出門嘛 出門有時候看車子 時間 那有時候要給準時下課 不準時下課會固人院 所以就 就有他的必要性 我們從在家的時候 就不喜歡掛那些什麼東西 什麼耳環啊 什麼戒指啊 什麼項鍊啊 就不喜歡掛那些 那個磁場就不適合 就不喜歡那些叮叮噹噹噹的東西 因為就不是那種磁場的人 我們從小 所以有同學啦 姐妹要去穿耳洞 我吃飽太遠 弄一磅要做什麼 結果 他們那個面相寫說 你這個都是破相 你就穿耳洞那個都是破相 你真的愛戴 什麼耳環啊 你就用夾的那種把它夾住就好了 你把他穿洞 就破相 還有穿鼻子的是吧 當牛是吧 還有穿了舌頭的 我那怎麼吃東西啊 那個還好啦 他只要穿的衣服不要去 其實這種東西 還有耳朵這樣 穿的耳洞是穿整排的 結果發炎 還有瘤膿啊 那個皮膚不好的很麻煩 我是很怕痛啊 你給他弄一磅 我不要 所以任何迫害性的自入性的 我都不要 我怕痛 不怕癢而已 沙戒巴它是必要的啦 沒辦法 那個是早期 早期他是沙戒巴 我沒有沙啊 手上五戒 喔痛死了 我跟他說我很怕痛 所以不痛不痛 我不會講白賊 我不會講白賊 真的痛死了 那種東西 一個那個香 他用香豬 他用香粉 做了小小一顆喔 小小一粒喔 然後點燃了 欸沒有 他先用醬糊給你黏在手上 先黏在手上 在家戒 他給你黏在手上 黏三顆 然後他點香嘛 香就點火了 不會啦 不是只有點燃而已 他有火在上面 然後就這樣把你那個香豬 那個叫香豬 這樣把它也點燃 那那個火就這樣滲透 把你的皮膚燒一個巴出來 這不痛 騙誰啊 我痛死了 對啊 所以他就結痂 對啊 對啊 燒到結痂 沒多久吧 不用啦 幾秒鐘 就燒到 他直接這叫燙傷啊 對不對 這叫燙傷啊 自殘 啊這個就是供養 用你的色聲去供養活菩薩 啊是啊 所以這是人想出來 All right 所以我受五戒就燒三個啊 受菩薩戒就燒三個啊 這永遠存在 那那時候我有上班嘛 所以就穿長袖了 那不小心會露出來說 哎呦你怎麼這樣 啊燙傷燙傷 這都不小心 啊就 所以那個他把你弄那個芥巴的時候 要弄那個西瓜皮啊 白色的那個 我們出家的時候也是啊 要要要要要 台灣的台灣都要 而且不是替這樣啊 他要用那什麼刮鬍刀啊 南中的 南中那種 刮鬍刀要刮 我們這個都是用那個電動的刮鬍刀 喔 就他還是有一點 長度 他要刮鬍真的都沒有看到 不要那麼激動吧 不會把抓裡去 沒有啦他就表層啦 表層就痛了很了 就很痛了 他就要刮啊刮到 像我我出家都是用那個電動的 不是用那個男生那種刮鬍刀啊 那麼也有那種圓圈的那種電動刮鬍刀 他也是很貼的 但是我那時候還沒有那種東西 30年前還沒有東西 所以用那個南中那種刮鬍刀 這樣刮很乾淨 然後他是先用一個什麼 類似這種吸管 他有個圈圈嘛 去沾那個墨汁 他要那個比例 距離比例 然後在那個剛剛講的香豬給你放上去 他的那個底部會沾一點醬油 醬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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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剛剛講的 醬油 辣椒 他的醬油 把你那個弄上去 他才會黏著 他黏著之後就 就剛剛講的那個什麼 用那個香 就把你點燃 點燃 點燃呢 他就 就這樣燒 燒到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西藏我不熟 也沒聽說 大陸吧 大陸早期也是有 後來就台灣這些老人家很堅持 很堅持就這樣弄 那我們那個出家點這個芥巴要晚上 晚上他點了之後 因為才不會上火 晚上才不會上火 白天你這種太熱的東西 其實也沒有很嚴重 然後就晚上 然後點完芥巴之後就去 室外 當漏水 還是用西瓜皮 所以他們都說不痛不痛 我從頭到尾都痛 我是沒有帶消炎的了 還好啦 還好 然後後來就 有的他就皮膚比較好 他這三顆連在一起 所以他一定要有個距離 不能太靠近 所以有距離 那你說你看有人出家點 6顆 9顆 12顆 那不是倒行很高 不是了 他是另外去要求 另外要求說他要點幾顆幾顆 但通常都是不會允許 除非他有透過什麼關係 所以他要點幾顆 沒有人規定 要說一定要6顆 9顆 12顆 都是3顆 但是你的皮膚不是好的 他不會勉強 但現在大陸都不點了 他說這好像在點那個加蓄 加醋 加醋 你家的牛 你家的羊 然後拿個東西烙印一下 所以大陸的人 他們就來把頭剃光了 穿一套這個衣服 他就可以到處去化園 然後就可以回去的 來回機票都有了 回去可能還可以自殘 我們台灣人 真是最美的風景 很發心 好了 還有什麼要問的 要談問考問 那要講幾遍 所以你皮膚不好 他就不跟你燒 不跟你點 現在幾乎沒有陰性規定了 但如果你要點他也 變成相反 你除非你真的要求 現在都不用 比較注重人權 所以以前我們很怕痛啊 還是點啊 還是會好啦 那如果這種有點戒巴的 就是不要吃炸的東西 上火的東西 炸的啦 或是熱量太高 所以那幾天都要吃很清淡 退火的啦 吃西瓜啦 椰子水啦 蔬菜類的啦 好 你也點了不少啊 你都點在這裡 你怎麼點在這裡 不小心喔 有沒有撿到錢 這樣子擦地板 用額頭擦地板 五體投地 這佛陀在獎金的時候 有一個啊 非常恭敬喔 然後他都是 佛陀要獎金的時候 就把這個場地弄得很好 佈置啊 該怎樣都弄得很好 該少的少 該擦的擦 那有一次呢 佛陀去獎金的一個地方 他比較晚到 那佛陀就這樣走過來 要踏上這個獎台的時候 那邊剛好有一灘水 他馬上鋪倒 滑雷鋪倒 讓佛陀踏在他的身體上去 所以他是那個恭敬心啊 這個我們目前的台灣地也都很平 所以都不需要鋪倒 不用滑雷 我是爬高比較困難 下來還好 好 那剛剛講到八十四月 他這個作者 他就提到 他一個朋友 姓張的 他覺得 其實這個比比皆是 到處都有 但是眾生可憐 就是會 執著在這方面 哇 他會看到什麼 他會聽什麼 綁外幫我看 綁外幫你 你自己人生 你自己很清楚 你自己要走的路 自己很清楚 看什麼 沒什麼好看 看了不做有什麼用 沒意義嘛 早期就有一個馮馮先生啊 他會看到什麼 人家一直找他看 他看到煩死了 跑去加拿大 還是寫信給他 還是打電話給他 所以就不要秀 我什麼都不知道 我什麼都看不到 就沒事了嘛 那愛秀 愛秀是忙死你 你也沒時間吃飯 你也沒時間上廁所 你什麼都沒有 因為大家都找你看 那看有什麼意義 對不對 你一個身體我一個身體有什麼好看 該有的該有 該沒有也就沒有 就死了就算了 那這個有缺了就缺了 重要是你的心 重要是你的道心 比較重要 其他的又怎樣 眼睛漂亮又怎樣 鼻子漂亮又怎樣 所以那個什麼 白骨官就是這樣 他有白骨修成 白骨官修成 每一個都是骷髏啊 就有一個修白骨官 他坐公車 他旁邊都是骷髏 包挖自己 包挖自己 哪一個帥哪一個漂亮 對不對 都是夢幻泡影啊 自己聽自己高興 好 然後 倒數第四行 甚至於透過牆壁瓷器 有的是從牆壁去看東西 而不是說透過牆壁看到對面 那當然也是天眼通 這邊牆壁可以看到什麼 那邊牆壁可以看到什麼 那個可以看到什麼 那有的是要 藉由一個物體 剛剛講水晶球 或是什麼東西 從那個上面來顯現 這個事實可以證明 任元經 我剛剛有講任元經 只是我們註解沒有提到 噴眼通 還有觀音菩薩德加 陸流往所 和靈性通見 能見的事物理論成立 所以佛經裡面不是講 漫畫 或是莫須有的東西 是因為眾生的能力不夠 好 倒數第二行 由於靈性分布在眼耳鼻子的生意上 所以才發生 摄身香味觸法的作用 否則當一個人死後 他的大腦細胞 神經細胞仍然活著若干死後 卻不能思想 而且沒有感覺 他是有感覺 人要死的時候 或是他的視覺慢慢模糊 這個嘴巴舌頭 美不靈活 呼吸困難 所以一個人說 這個吸了一口氣 兩腳一蹬就走了 是因為他已經再呼吸不到 氧氣所以就先腦死 耳朵聽不到 他聽到就很遠 他在旁邊叫你啊 梁瑞華 你就聽不到 蛤 聽不到 是啊 所以先呼吸吧 到時候什麼 跑起來問什麼 死人不怕 都怕別人 所以這些還有身體僵硬 眼耳鼻子的深 身體僵硬 心裡的波動 有限 透過這邊的外面的接觸 通通通就慢慢沒辦法 眼睛看不清楚 耳朵聽不見 鼻子吸不到空氣 舌頭 沒辦法講話 所以都建議 你能寫的時候 就寫下來 你能說的時候 就交代好 不要到時候 人家跟你拔筷 也很麻煩 身體就好像 被鬼壓床一樣 都不能動 那意識呢 混亂 然後先宣佈腦死 然後就走了 走了之後 這些的眼耳鼻子的深意 透過第六意識 儲藏到第七意識 到第八意識 然後這個第八意識 把你這一生 做所為是非對錯 像電影演一次給你看 所以你做錯事 會驚恐 會害怕 那如果你多做了對事 含笑歸息 嫁賀息歸 就非常高興 做得好 所謂都是會算帳的 到最後 臨終的時候 你的這一輩子所做所為 都會跟你算帳的 然後這個第八意識 在離開你的身體 你做善事的 就從頭上 頂多這個心臟這邊 做業壞的事情 就從膝蓋腳底出去 所以人往生了 你可以摸一下它的溫度哪邊 不要靠近了 不要去touch 就可以了 其實也不用啦 是非已經定了嘛 摸什麼摸 感覺什麼 所以 一路好走 真的啊 人生就這樣啊 你還有什麼戲好演 沒什麼戲好演 下輩子啊 下輩子不知道去哪裡 你知道嗎 你已經買票了嗎 你已經買票了嗎 你要去哪裡已經買了嗎 定位了嗎 你用得到的叫財產 你用不到的叫遺產 你用不到的叫遺產 還有什麼還沒交代呢 好 所以十二姻緣就是在講能怎麼走 不要說 那個是九十幾歲 八十幾歲 最近都是誰走啊 對不對 所以是沒有呼吸的人走啊 跟幾歲有什麼關係 重要的是你要去哪裡 你要去哪裡 沒有 哦 會鬥在請 平身就留下來給你請 鬥摔天 好吧 我要繼續講我的課 好 這個 倒數第二行 靈性分布在眼耳鼻鼻的生意 產生射身相會觸發的作用 否則當一個人死後 他的大腦細胞 神經細胞 活了一段時間 最後就沒有感覺 所以那個要移轉器官啊 就必須他往生 八個小時之內就要移轉 那最近不是一個警察嗎 很年輕的二十一歲是不是 對啊他就把他的器官分給六個人 所以移愛人間 啊當然每一個人也是活著時候說我要把器官移植 不然就也可惜啦 燒掉 埋掉也可惜 所以移愛人間 那當然呢 你必須要當事者同意啊 有的是生前就已經同意了 有的是往生了之後你跟他溝通一下 通常都願意啦 通常因為你的你的呼吸都不在 那個東西就沒有存在的意義 他說會痛會痛就還沒死啊 死了就通通不痛知道嗎 就隨便你挖啊隨便你切啊隨便你割啊 好休息一下 85頁啊 85頁啊 85頁呢 85頁呢 就是我們人的那個細胞 好 器官 往生了 就是他沒有作用 但他的思想感覺還是有維繫的 好 第二行 當大腦有靈性才會思想作用 思想一個人大腦有形有亮 又怎麼能夠 記那麼無窮的東西 好 那因為 我們記的東西啊 有的沒有淘汰 那有人記性很好是他都有分類 好 可是大腦好像抽屜一樣 這個是旅遊的 這個是法律的 這個是 美食的 他就像抽屜一樣 好 那 過期了 不要的 就把它淘汰 其實我們家裡的 東西也是這樣分類 300年前用不到的鍋子就不要留了 40年前沒用到的掃把也不要留了 好 已經20年沒穿的衣服 可以考慮 曾經有個師姐 他以前賣衣服 然後就有好幾箱 每次擦地板就要挪過來挪過去 因為那些衣服都穿不下了 有一天就跟他講一講 他就把它清掉了 對不對 現在不是在募那個 球鞋嗎 還有 其實現在那個就衣回收人家也不要了 但還是有這樣的單位 那種已經 欸什麼 無力可還天了 那個身材已經差那麼久 那麼遠了 那麼多了 你就放下吧 不要做那個衣服的奴隸 那麼漂亮的衣服穿在適合的身上 比你每天挪來挪去 把地板都抹破了 所以他就把它放下了 去買你適合你現在的 所以人都是不願意面對 其實面對是多麼輕鬆自在 對不對 以前穿8號 現在穿12號又怎樣 這個是不願意面對 所以一直希望我有一天還可以穿8號的 但落差太遠了吧 百分之五十耶 很美美 好 要看清楚自己 有時候還是要照一下鏡子 秤一下體重 那其實就是 不管胖啦 瘦啦 健康 還有一顆愉快的心情比較重要 以前我們一個老師也是很胖 但是人家動作好靈活 就很可愛啊 重要就是一個健康的心靈 去到哪裡都很 就像春風一樣 好 85頁的第四行 我們唯有承認佛陀 每一個人的靈性都是無形的 而且遍布無限的空間 這個叫八四串連 眼耳鼻舌生意嘛 然後呢色身香味觸法 這個第六意識 就是剛剛講眼耳鼻舌生意 然後再接著呢 第七意識 第七意識的作用就是 流通 流注 就是把前面的 你所接收的色身香味 流注到你的第七意識 透過第七意識 流注到你的第八意識 我們講的靈魂 儲存在八意識裡面的 叫種子識 八意識又叫種子識 又叫莫娜識 你儲存越多善的 欲圓則發 就要結了好的果 所以要儲存好的種子 才不會進步啊生菜瓜 進步啊生菜瓜也很厲害 相當厲害才有辦法 變菜瓜出來 所以我們都有種一下好的種子 那你這個剛剛講八四串連 就是你也是起了善念 那你就會跟這種善的因緣 串連在一起 每天氣得要死就是跟那些眾生串連在一起 所以要懺悔 消業障 沒有第二條路 不然就氣死自己而已 只有這樣 那你八四串連 你跟佛菩薩串連 那個慈善改變 你的心態改變 業力就改變 所以都靠自己啊 別人也是可以 但是因為你親近了 別人就是泥門一腳而已 你不願意 就在那邊耗著 這個看你有多少時間 歲月青春就這樣子 那你那個八四串連 甚至用八四溝通 你跟那個人不好溝通 你就觀想 你跟他說什麼 他說OK 給我一千萬 OK 那就你的啦 當然要你有福報 你要一千萬要幹什麼 吃喝晚樂 那很難 你說我有一千萬要去做什麼善事 就很容易 所以不怕發怨 發怨然後呢 有去落實 如果你只注重個人的享福 那這很難 累次來自於沒有照什麼福報 那當然就是碰到那些烏魯木齊的 好這一段的倒數第一 並且變滿無限的空間喔 所以你的願力 你的磁場 跟佛菩薩相應 都是好人 都是佛菩薩的 好 以記憶和思想 都是靈性的作用 這兩個說法 我們才能了解 人類那麼小的腦子 可以記憶那無窮的東西 所以我們潛能 百分之九十五是沒有被開發出來的 還有你看到這個人 好像熟悉 你看這個東西好像很熟悉 你學這個東西好像很容易 這是過去式的陰言 每一個眾生在你的眼前出現 每一件事情在你的眼前 都有過去的陰言 所以要結善緣 好第二段 佛菩薩認為每一個人都有選擇 善惡的自由意志 所以當他動一個念頭 說了一句話 或表現任何一個行為 都會在自己無窮的靈性 所以我們講的第八意識 唱是 或是阿賴也是 剝下一個種子 好 所以你們今天存的是什麼種子啊 善的喔 所以阿伯也很善的喔 剝下一個種子 這個種子 將來遇到適當的緣 就會產生 所以說因果因果 中間要有緣 那有人說我過去還沒有學活 種了一些很糟糕的種子 沒關係 它如果沒有緣 它也不會結成果 所以你不要給那個壞的種子 有機會 趕快 換上善的種子 趕快讓好的種子發出來 結果 當你成佛 或當你在修行上有所收穫的時候 那些壞的種子成果的話 成熟的話 你的承受力也都已經具足了 沒有什麼關係 那些業力的產生 就好像跟你抓一下仰 跟你推一下而已 不至於讓你這樣翻跟斗 那現在呢 因為在修行上沒有功力 碰到什麼事情 就只有隨著業力的反彈 那情緒也跟著反彈 好 倒數第四行 適當的緣才是產生某種結果 行善的種子感應樂果 餓的種子感應苦果 佛經上說 種子起線形 線形就是報應 那當然也有人說 有限制報 哦 很多 不是不報 是時間未到 時間一到 就聯合報 所以看你定什麼報 由這種理論 我們可以調和 遺傳學派和環境學派的 許多紛爭 並且合理的解釋 為什麼好的父母 會生下不孝子 這是過去因言 所以不孝子 就要遠離 要斷絕 朋友也是啊 他說他是我的父母 他是我的兒女 他是我的親戚 你管他 你說這樣無情 不對的事情 絕對不能參與 不要想那些什麼關係的 他就是因為有這個關係 所以你變成提管機 或是你變成無限的提供 但連自己也在被拖下去 不對的事情 只有說NO 沒得商量的 好 好 那為什麼不孝的父母 卻生了一個賢慧的孩子 是因為 過去世也有結嫁這個因緣 都是 父母親兒女之間的一個錯綜複雜 搞不好 這個角色是兌換的 以前是當父母 搞不好你是當人家的不孝子 當年不孝的父母 搞不好你是以前的不孝子 就是這個角色是兌換的 換來換去 只是我們在這一世 因為有隔陰之謎 隔了中陰聲 就忘記了 民俗講說 哎呀喝了孟婆湯 所以都不記得了 因為有隔陰之謎 所以你前世的事情都 沒印象的 只是會殘留一些 所以剛剛講好像有點面熟 好像這個人滿討厭的 好像這個地方有點熟悉 就這樣子一點印象而已 但很具象的事情都不爽的 隔陰之謎就是 你隔了一世的投胎 其實角色換來換去的 殺來砍去的 所以那個武俠小說都是怎麼樣 要報仇 只有仇 只有恨 還有前面剛剛講那個詞 愛恨情仇 就是這樣子 就翻轉了一輩子 然後下一輩子 也是 叫輪迴 八十五月最後 為什麼一個惡霸會突然放下屠刀 醒過來了 從業力當中醒過來 很多那個浪蕩子啊 這個混黑道的啊 後來某些陰眼觸緊了 這個改過自新了 有一個他就是被關媽 然後他媽媽就 每個禮拜都送他喜歡吃的東西來 到後來 他看他媽媽好像這個很疲累 好像提了那東西來也很辛苦 他媽媽說他得了病了 可能再送也沒幾次了 你如果有機會出去了 千萬不要再走不好的路 媽媽沒有辦法一直陪伴著你 他才怎樣醒過來 媽媽只有一個 死了就沒有 你繼續幹壞事 那你就永遠住在這邊 他媽媽沒辦法再提東西 所以他出去的時候就 改頭換面 但 就媽媽走了嘛 所以人 透過佛法的認知 透過輪迴的醒思啊 就 不一定要等到你失去生命 失去親人 失去某一種你最重要的 才會醒來 這是要先知先覺 那像有的就是 剛剛講的就是後知後覺 那有的不知不覺啊 你講也沒用 你講到 講到口吐白目 他也依然顧我 那就不必了 不要彼此浪費時間 所以有人很 啟發意想 他總有一天會改變 你等吧 你等到他不會呼吸 或是你不會 他還是不會改啊 那你不如把那些時間 用在有意義的事上 人事物上 八十六月為什麼一個人突然 思覺失調 現在不能罵人家神經病 精神病 要說思覺失調 還有那個什麼 被附身 或什麼 有那個都很好處理 這個 不是我們課堂的主要內容 就帶過就好了 不要找那個來找我 我是指導修行 沒有在治療這個 但是還是有方法 有方法 這種症狀中 剛剛講的 還是不要吃炸的 或是能量太多的 這個都是要很清淡 要卸 把那個能量卸掉 他就做不了怪了 所以真正的神經病 都是裝瘋而已 裝瘋 沒有 沒有幾個真的神經病 所以戒酒裝瘋 戒 戒他有點症狀裝瘋 撒嬌 耍賴 都是這樣而已啊 沒有幾個真的瘋的 如果真的瘋 你排泄物給他吃 他吃下去 那個才叫真瘋 其他都是假的 這樣你有什麼疑問 你沒碰過啊 很難搞的很多啊 好 我們繼續課程 這不是我們課程的主軸 為什麼 某人在直覺上 就討厭一個人對不對 傻了 在內心就把他切著幾段了 那有的在直覺上 有反面的好感 但是那是不能touch的人 所以才有那些 有沒有的故事 有沒有的小說 有沒有的歌 唉 太多了 這個我們教過大學的在直班啊 在直班就是他已經有工作 喔 你們的感情怎麼那麼複雜 那他們還大啦說 大家也都這樣 阿彌陀佛 嗯 在直班就比如說 他可能要升等啊 欸 那他可能某種學歷的需要 欸對對對 欸 要啊怎麼不考 阿通常 有的是審核 像是說很容易啦 都審核就可以了 那天有一個說要考研究所 他說不用考 他就審核嘛 錄取率百分之五十公 齁 找不到 那一定中的嘛 錄取率百分之五十 我們以前考研究所還百分之三十而已 欸 阿我也是送審的 因為那時候我是 一個佛教單位的秘書長 他也是送審而已 欸 他只有一個名額 欸 所以我沒考 好像也有考喔 忘記了 不一定 他有的他本來就沒那個學位 他可能就 沒有他可能本身就沒有大學畢業 然後就去讀大學 不行啦 欸 我們這個私下討論 好 一般人以為這樣無緣無故或激烈的事情 在佛陀的原因是有原因的 每件事情都有原因的 好 有因有緣 好 不是 是無地發失的欸 譬如摩甲在上輩子拍了摩椅 因此摩椅看到那個怎樣 是啊 就是這是最基本的版本 最基本的 那這樣就可以演 演來演去演好幾次欸 然後這個 這個兩邊的主角又有周邊的配角 然後可以演來演去演很多 好 所以看你啦 要繼續演就沒完沒了嘛 你不想演就畫下句點 好 一樣 跟誰的 跟誰的版本都是這樣 你不願演就 句點 你要演就沒完沒了欸 看你喜歡演哪一齣 看你要當你主角還是男主角 就這樣 好 第二段 現在世界每一個現象的發生 都是因緣合合產生的 每一個人都可以運用靈性 和了知無窮的宇宙 所以你要去了知宇宙的智慧比較重要 還是在那邊愛恨情仇 廝殺的沒完沒了 所以這個價值就看著來判斷 對不對 人我之間的是非啊 那太小的事情 宇宙智慧的浩瀚 生命的無限掌握 哇 比較重要 因為一個人的心靈被貪欲 憎恨還有無知 貪嗔痴 污染了 我們上個禮拜有 貪嗔痴慢疑不正見 六種根本煩惱 每天都被這六種根本翻角 然後又延伸了無量無邊的煩惱 那你如果要畫下句點 馬上六種根本煩惱 成為無量無邊的智慧 那就解脫 但眾生看到的是感情 看到的是金錢 看到的是他所愛的 那個層次很低的 包括這第二段的第三行 知覺僅限肉體的感官上 而無法了知 無窮宇宙主發生的種種現象 我們說天人喔 死法界天人喔 那個男眾可以娶五百個老婆 那要反過來 女眾也可以嫁五百個帳戶 每個帳戶都不會衝突耶 每天是very happy 這欲見眾生的happy 看你要不要 所以 覺知萬事萬物的靈性便顯現了 由於靈性本據人知 能見能聽能嗅能感覺能思惟的能力 所以六根能互相互用無愛 好 好 那眾生的可憐就是 執著在神通 哇那給我就好了 我要神通 不是有講一個故事嗎 呃呂洞斌啊 他會點石成金 這個一點下去變黃金 哇這點下去你要哪一塊 哇整個桌子那個齁 哇所以他到處就點 然後做布施 那有一個小孩子呢 就只瞪著眼睛看 他就想說 欸小孩子不懂事嗎 所以他不要黃金 那你要什麼玩具 變玩具 不要 我要你的指頭 比較聰明 對啊 所以 我們回歸到佛法來講 你要這個覺信比較重要 那些東西 太簡單了 你要錢 滿桌子都是錢 你看 再買一部點鈔機來點鈔 好 八十六頁最後一段 按大寶基金八十六卷的說法 佛陀具有神通神辨的本領 他隨著眾生的秉賦 習氣和需要 而表現種種的姿態 語言行為 那麼在法華懸役第六卷 法華懸役就是法華經的 再做一些解釋 延伸 當眾生的眼根銳利時 佛陀便應用射程去教華當 所以他有什麼特質 他的眼睛 可以看很遠 他的眼睛變色很厲害 他就用這個射程 他鼻子的嗅結 趕快叫他去做香水什麼 分析師 你知道那個巴黎香水很貴啊 但是要做一個巴黎香水的分析師 那酬勞是很高的 那個嗅結是非常匿名的 他是幾滴玫瑰花或是幾滴什麼的 他們的調配那個東西 真正的香啊 他那個不會 你聞的不會討厭 但是這又算什麼 天界的香 所以我們都不燒香 人間的香都是化學香 還有那什麼彈香啊 什麼塵香也還好 這佛陀的弟子 要娶老婆 他還是去出家嘛 那出家之後呢 打坐打坐 這打坐我腳會痛耶 哇這個腰好痠喔 想想想到他家的老婆 哇 好久好久 好久好久 我看到水母了 我我知道啊 就用神通帶她去天界 看到這些天女 這些天女漂不漂亮 哇 一個一個都是上等貨 那比起你老婆呢 我老婆 真是老猴母一隻啊 你看差那麼多 所以都漂亮 到天界看 哇 她的老婆變成老猴母 所以我們都用了我們的層次在看世間的事情 還忙得也不易夜乎 好 然後給你看到了 天界美女 就帶她地獄去啊 一鍋一鍋的 上刀山下油鍋 一鍋一鍋 那冒啊 冒煙啊 那個油鍋的冒 那有一鍋呢 沒有眾生 因為 上刀山下油鍋是夜報啊 欸 煮了張山禮寺 有一鍋就沒有人 她就好奇啊 啊這樣不是很浪費嗎 這柴火那麼燒 那一鍋是空的啊 她去問那個地獄的獄 這一鍋怎麼沒有人 她說 喔這一鍋啊 等一下就有誰要來 啊那個人就是問話的那個人 哇嚇得他 活脫我們趕快走 帶你們去看你就知道了 每一國都在等 都有人的 所以 不見什麼 不落淚 都這樣啦 好 好那個八十六頁倒數第二 當眾生的眼根銳利時 佛陀便應用射程來教化他 當眾生的鼻根銳利時 佛陀就便用香成來開導他 因為地球上的人類 眼耳根比較銳利 所以佛陀就應用那種美妙的聲音來說法 所以佛語一音引說法 眾生水淚各得解 所以一個人 這一次講話 人家要聽 或是他的聲音 柔和 人家喜歡聽 包括唱歌 他為什麼 人家喜歡聽他的歌 當然他的專業度夠 那也是過去式 讚嘆佛法三三寶 所以有那個可以表達他的 意思交流 就用在好的地方 不要把那個嘴巴 就用在 剛剛前面講的 挖苦人家 酸人家 罵人家 來勢 他的舌根 就會 產生不好的現象 甚至於呢 講話沒有人相信 所以有人說 奇怪 那個人講話 大家都 當作 哭泣 那有人講話 他一講 大家就相信 造作 就是因為過去式結的因緣 所以 廣說 對的話 廣說 佛法 正法 87月的第一行 中間 但即使在沉默時 佛陀也能適度的 應用沉默和行為 來使對方誤導 不講話 不講話 也可以度眾生 在這個 維摩結晶裡面 有莫雷 打雷是有聲音 但是莫雷就是沉默的打雷 就是不講話 還有對那種 不對盤的人 就莫病 秉除的病 賓客的賓 再加一個提手棒 莫病 不要理他 不要跟神經病的 一起發神經 這個有一次這個 精神病院 那就放風 去外面曬太陽 走路 那有一個 有一個人 他就一直對旁邊 一個人講話 那那個人都不理他 然後那個醫護人員說 好了好了 時間到了進去 他說 那朵香菇為什麼一直不講話 因為那一個人穿黑色 他以為是香菇 所以每一個人的解讀不一樣 不能用我們的意思去說 他是神經病 不是神經病 有專業處理 有時候不是 剛剛講 有時候是 有點 他還是有點清醒 然後 故意 或是自助力 你自己 制止自己的力量不夠 所以一定 在剛剛講戒律 講 十二因緣 都一定要 不對的事情不能做 你省的 省的以後還要摻毀 還要重新來過 不對的事情 就千萬不要做 那人生就會輕鬆很多 眾生的煩惱 業力 就是不對的事情 他平均要做 對的事情偏偏不做 最後就可憐 87月第二段 在佛陀每次講經史 他的身上放出不同 不同的光芒 有時候從口中放出 有時候從胸部放出 有時候從頭上放出 那以前也是在這個高僧大德 有一位 他也是講經史 他就出來 念阿彌陀 每一尊 每一句佛號 就有一尊佛出來 來增加 教學情境的氣氛 據大波內凡經 記載 佛陀的放光 也是一種行為 所以他不講話 他放光 那你說 這尊有沒有放光 有 是你們的肉眼看不到 你都放光 他怎麼不放光 所以你的 你的磁場越親近 你放的光越好 你放的光越好 那不好的眾生就不會靠近 那佛陀以前還沒有成佛之前在修行 定中在修行 然後又有魔女啊 魔鬼啊 來擾亂他 魔鬼就射箭了 要射死他 那他就沒有理他 不跟他相應 那你說 他怎麼不躲 告訴你 生死一如 該怎麼死就什麼死 你怎麼躲 躲都沒用 你說躲在桌子底下 等一下桌子垮下去 所以他不躲 結果那個劍呢 到他的前面都掉下去了 然後那些魔女呢 跳舞 這個很妖艷的姿勢 就是要來迷惑他 他就閉八分眼 根本就沒看到 所以那些魔女挑到抽筋啊 挑到這個 也受傷了 乾脆也不跳了 所以見怪不怪 奇怪自敗 所以你不要跟那些 那七八糟的東西交涉 他傷不了你的 所以佛陀的放光也是一種行為語言 他所放的光能深入眾生的毛孔 凡是他被他放光照射的眾生 將來有一天也發慈悲無量眾生 追求最高的真理的心 我們新主有一位也是 他說在上班 職場烏煙瘴氣 所以都會再怎樣都會來上課 把這個職場進化一下 所以這也是好方法 那麼關於佛陀利用全身知識 來教學的詳細情形 請參閱 這個大制度 那我們剛剛那個註解角 二十四 我們二五二六來看一下 二十五在二四七 二四七 他土於根接利 誰所用成起之令他得利 此土耳根利 故偏用生成 所以我們說 眼耳鼻舌生意 所對的是色身香味觸法 所以呢 他土就是其他的淨土的眾生 眼耳鼻舌生意都很利 那我們這個地方呢 娑婆世界是耳根比較利 其他就不大利 所以佛陀就用這個方式 來度化眾生 那諸二十五呢 是這樣講的 諸二十六呢 這個涅槃經 劍九說 佛所說的大涅槃光 入於一切眾生毛孔 眾生雖無菩提及之心 而人無作菩提音 就是說眾生即使沒有發這個心 但是因為這個光 給他照射了 種下這樣的一個因 他不用做 他就已經可以 所以接觸三寶 接觸佛像 做一些功課 念佛辭奏 然後誦經都有很好的 殊勝的功德力量 消災解惡 我們順便把二十七 諸二十七看了之後 諸二十七呢 誤從成佛以來 種種因緣 種種避憶 廣遠遠教 無數方便 引導眾生 令離諸著 就是說 這是法華經 眷一方便品 所以法華經的第一品的方便 就是給眾生方便 方便不是隨便 而是剛剛講 你是耳根 比較利 他就從耳根給你下手 就是說 你有比較殊勝的地方 或是比較容易讓你 在修行上有所幫助的 就就從那邊下手 所以 種種因緣 種種避憶 然後來演說 那你能夠成就 那下面那一行就是說 如來人種種分別 巧說諸法 言實柔軟 悦可眾生 也是在方便品 所以 要讓眾生聽得進去 你覺得好 對方也覺得好 這樣才好 你覺得好 他沒有覺得好 就沒有很好 所以要 那種層次 要必須 大家都是 可以感覺的 那個層次才好 那對於那些層次 還有那個高度 剛剛講有高度 跟我們不一樣的 你就必須包容跟諒解 或是等待 好 回來八十七耶 第十二個的特質 善巧方便 與尋尋善佑 所以真的佛羅斯 十八般無意都有 十面埋伏 作為一個教師 要把學生教好 除了因了解 學生的根器 興趣 和需要以外 還要應用 種種 善巧方便的方法 慢慢的開導他 因為每一個學生 都有他心理背景 原生家庭 除非他能夠分辨 愛好和個性 如果教師不順著 學生的個性 愛好和心理背景 來啟發他 而硬堅持自己的看法 教師會覺得 教起來很激手 就剛剛講的 老師覺得好 學生不覺得好 就不是很好 老師覺得好 學生也可以覺得很好 可以接受的程度 這樣就 事半功倍 所以著名的教育家 曼英說 不取發學生的學習 而企圖 教育學生的老師 等於打人鐵一樣 打鐵要趁熱啊 那個鐵要燒得紅紅的打下去 他才能塑形 你要鐮刀 要菜刀 要剪刀 要指甲刀 指甲刀比較困難 那他就水果刀 他都有辦法 那人呢 你硬敲 他敲不動了 他就是硬在那邊 必須用火 那他那個質地柔軟了 來敲下去 那現在也都是用機器 以前真的是要靠這個手工 好 88月的第二段 佛陀 佛陀認為 教育必須順域 學生的本性和習氣 才能收到得心應手 事半功倍的效果 由於眾生各有不同的 秉賦 習性和嗜好 所以佛陀隨著對方的性向 運用各種巧妙的方法 和樂的原詞來誘導他 使他們逐漸獲得最高的智慧和喜悅 所以剛剛 祝27我們先看的就是這樣子 必須順著 毛 那這樣子呢 就能夠收服他 那你沒有順著的話 那就要很多的方式 所以這個信壽師 他們就用繩子把他綁住 騎在他的上面 然後讓他亂跳 跳到他沒能量了 然後就讓他熟悉動作 是左轉是右轉 慢慢的要去訓練 這都是一些時間 那就是先讓他做不了怪 那眾生如果你太縱容了 他就隨著自己的不好的習性去 所以為什麼要有佛學 就是學的跟佛一樣 為什麼要有佛法 就是有修行的方法 秉除眾生的那些不好的習性 那你才會成為 決心佛陀 所以每一個人都有可能 每一個人就是好像一片鐵 你可以打成鍋子 打成一把刀都可以 問題是你願不願意去 成為這樣 你不願意就沒轍嘛 破銅就爛鐵嘛 欸 這個 避欲的故事裡面也有說嘛 有人到佛殿裡面去 看到佛陀就一直拜 看到大慶就一直敲 有一天這個大慶就confident 被一被一起踢走 為什麼都被人家敲 那為什麼看到佛陀就拜 佛陀說 你要知道 我要被塑造成佛像 是經過多少的千錘百戀 你看光這個頭要敲到頭落暈了 那你那個大慶 就很簡單的形狀 所以人生也是這樣 你到底要成為什麼 就是經過很多的淬裂 必然的 你如果不用 就這樣子 所以命運在怎樣 自己的手上 要不要看 自己看就懂了 八十八月到主帝王 通常佛陀會採取四種方式去處理別人的問話 所以你會 你也知道怎麼處理 第一 洞察來者的心意 開門見山 亦以道破對方的疑惑 換句話說 就是避免不相干的問題 而針對他人的疑問的交互 只以直接了當的答覆 直接就回覆了 你什麼時候要下台 有一天 會跟你的報告 會跟你的報告 那到底哪一天 決定到哪一天 那到底是哪一天 日期最好的那一天 所以有一個神 牧師來神父 李全法師 你沒有佛教有沒有看日子 我說有啊 不要喔 你如果信這個喔 那你都怎麼看 我說大家放假的那一天 都是好日子 對不對 所以佛學假日班 就是大家都假日來上課 不是最好的日子嗎 所以什麼沖啊什麼煞 哪有什麼沖 誰沖誰啊 那都不要出門 你們都在家裡 睡覺就好了 每一天都有沖 沖什麼生肖 沖什麼年齡 沖什麼東西南北 那你每天都關在家裡就好啦 對不對 你看那個什麼村 什麼布啊 村牛圖還是什麼的 每天都有 還有每天還有什麼時段 指手銀毛 城市五味 生有旭亥 每個時間都有 還有東西南北方位 還有這個 氣無厚頭的生肖 還有年齡 那你就不用出門了 管他 有佛法 結果有什麼 很好 很優秀 所以啊 教你們這邊 這邊進去 這邊出來 就差沒拍拍手而已 好 就這個直接了當的 有的人不用跟他 好 第二 當來者發問的問題 過於複雜 把他簡單化 先 重點回答 或者歸納為相關的落關大類 然後層次分明 按部就班的跟他剖析 或從更多更多的角度 所以 這有時候是看各位 你們問問題沒關係 知無不遠 言無不盡 屬於個人的 我們就撕下去 要不要佔大家的時間 但有時候可以跟大家分享 我可能別人沒有想到這個問題 可以分享 好 第三 如果對方相當聰明 提示之後 就能夠解決他自個兒問題 佛陀就反問來 來引發他思考 所以 要懂得思考 告訴你這是紅的 為什麼是紅的 告訴你這是白的 為什麼它是白的 那你要思考 不是喔 這似乎說白的就是白的 不是 你要去思考為什麼說它是白的 因為它本來是白的染色 那很多事情有它的原因 剛剛有因有緣有果 所以必須要會思考 不要人家說什麼就什麼 還有 不要做偶像的崇拜 佛陀 哇 真幸福 但佛所說的東西 你必須要經過思維判斷 所以佛陀也不怕你提問啊 他不怕你反問他 來 第三行 佛陀便以訪問的方式 來引發他思考推理 進而幫助人了解問題的癥結 OK 問題是在哪裡 找出源頭 所以那個什麼東西打結了 你要把這個結解開 通常人家來問問題 我們都會說 那你希望怎樣 你希望怎樣才用那個方法 你不希望怎樣 我都白講的嘛 也沒意義 那希望怎樣 就必須有些方式 必須有些手法 必須有些對待跟語言 那你 你不希望得到那個結果 不希望用那些方法 那就 沒有意義 欸 或者 以訪問的方式去糾正 對方欠頭的關聯 眾生都很矛盾 剛剛講的 人家都是小人 那你是什麼 好 我不是一直某一個人 就是比喻啊 這樣子 說別人都是怎樣 別人都怎樣 那個都怎樣 那個事情又怎樣 那又怎樣 就是這樣啊 事件就是這樣欸 好 然後再說出正確的答案 所以 好的主管啊 好的領導也是啊 你希望怎樣 你不要什麼事都問主管 問老闆 那我請你幹什麼 欸 你要有方案啊 一二三 主管就挑一個就好了 這叫主管 好 第四 對根本不能成立的問題 就 矛盾 好 這個問題點根本沒有成立 就默而不答 以問者去自我尋查 所謂不能成立的問題 就是本身的矛盾嘛 譬如使女所生的孩子 什麼 使女就是不能生的 好 又怎能談到生的 孩子會聰明或不聰明 對不對 好 訪問 基督教 上帝會不會創造一顆 他搬不動的石頭 上帝是萬人的 他怎麼會創造一顆 他搬不動的石頭 這個問題點的本身就是矛盾 好 就沒什麼好討論 這叫早茶 叫做無話講假路 那有的人就是這樣啊 他找一些什麼paper 找一些什麼問題 有一次我上課 有一個這麼大疊 從這個觀念去講 我 好啦我私底下再跟你講 其實我上課都講過了 是你沒有注意聽 沒有注意聽就會 所以不知道我們答案都已經解決了 那如果真的要再解決他這個問題 我們可以摺旗 重要 枢紐啦 那痛點呢 打下去就好 那不痛的地方 這打這個都不痛沒有意義 那打這個有神經感覺 打一下 好 就是 對重點下手 其他的就可以解決了 好 同學沒問題 沒問題就來下課 願以此功德 普及於切 我等於眾孫 皆共成佛道 南無披作自那佛 南無披顫遮那佛 南無披顫遮那佛 好 下課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